我是回家之开心速递 播放以来一直深受观众的喜爱 收视一度超过其他两档剧集 除了剧集获得成功之外 也捧红了不少演员 当中包括设演《龟宿明》 有个Janael Crossover 落种 牵之称的苗家庆 在剧中的龟宿明 她一名喜欢放负能量的废青 又多口八卦又跟跟计较 不过真实的她 不单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做人族非常正面 今年27岁的她 出生自草根佳产 家住公屋 成长于单身家庭 自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小时候由于母亲既要工作 又要照顾她 每个月日不复之 唯有申请终援 为了帮补加计 脱离被人救济的行列 她中学毕业后投身社会 为了赚钱 她放弃一直埋藏在心底里的演员梦 期间做过售课员便利店 写字楼、办公室助理等等工作 公寓的时候 她就参加工联会的演艺堂 香港画剧团的工作坊 曾经与老文杰学演戏 之后她考入无线第20不介 艺缘分练兵的初期 据说负责戏剧制作的助理总经理 震黎震 又曾经温兴提示过她说话有懒音 她就立刻滴起心肝 极速解除漏集 毕业后她和几位同学 包括周家乐、五位浩、赵浩明、邵佩思、陈俊廷等等 先后获得安排加入爱惠家剧组 能够加入爱惠家这个大家庭 苗家庆就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最后不合理议 支援要感谢 你把更新党之重的事 都能够得很利 还是孟络 not 是天然的 cos贸无二 相当 我们是为了 我们集完 就好了 非常好 关系 对 跟